如此相第三届瑞穗有机蜜香红茶分级评鉴比赛 第二度在台东茶改场登场 那么今年总共有80个茶样点来参赛 竞争相当激烈 而经过专业品师严格评评结果 共有6面的金牌 那么其中明赫嘉明茶园分别拿下了两面金牌 那清风和东升茶行则是各获得了一面金牌 那么获奖的茶品蜜香清鲜茶汤甘醇侯运足实至名归 第三届瑞穗有机蜜香红茶分级评鉴赛80个参赛茶样点出评分级后 由台东茶改场茶座鼓掌罗世凯领军的评审团 针对入围决赛圈的茶样品 以手触眼观鼻纹以及口清肠一杯一杯的品评 尤其进入金铜银牌奖资格的参赛茶 不论香气、茶汤色泽还是口感滋味 难分宣制突破遗忘水平 令评审团伤透脑筋 更是大力赞赏这一届有机蜜香红茶品的质量水准 那其实在整体上面来讲 我们这次包括优良以上的 它的都有带有蜜香 那只是蜜香它的轻重 蜜香比较高的话就是会得到比较好的等次 但是我们在小绿月蚕的稀食上面 它其实会造成不同种的风味 那有时候蜜香呈现会比较类似像蜂蜜 可是有时候也会出现像森林的木质香 不只是像块木 那其实它都是可以归类在蜜香的范畴 罗世凯强调有机蜜香红茶 比一般自然农法产制过程还要来得艰困 这次获奖的茶品 尤其金牌奖蜜香清鲜 茶汤甘醇 十足喉韵 表现得淋漓尽致 六面金牌茶王实至名归 那所以依照我们这次的评见 我们就把这个它的风味结合的蜜香 还有花果香 还有这些属于森林的木质香这些 我们依据它的色香味型 然后去做一个分级评见 那整体来讲的话 属于金牌的部分的话 它的香跟水 它的结合是非常好 那它会有比较高的一个欣赏的层次 那银牌奖也是一样 它的水 茶汤喝起来都非常的好 那银牌的话都会有带有这个蜜香 那也是非常好的 值得消费者去采购 那优良奖的话 你就可以想要一窥这个蜜香红茶风味的朋友 也就是入门款 尤其是有机的 可以买优良奖的回家尝试 今年度有机蜜香红茶分级评件比赛 评评结果 银牌奖有9个 铜牌奖则是有11个名额 而至于六面金牌奖得主 分别是明赫茶园与嘉敏茶园各拿下两面 而清风与东森茶行则是各获一面金牌 记者十一蓝瑞士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